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 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 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文章是 总有人喜欢你 昨天我收到了一位读者的留言 他说很喜欢我的文字 总能在迷茫孤独时带给他前行的勇气 他猜测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 生活中应该也很乐观坚强吧 我看了既感动又惭愧 感动的是他的细腻关注观察 惭愧的是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现实生活中的我工作平凡 生活平淡 性格急躁爱哭 常会失落失神自我怀疑 尤其最近这段时间 投出去的稿子频频遭退 信心备受打击 有时候都怀疑是不是还要继续写下去 可这位读者的留言 让我重新审视自己 不管稿件被录用与否 文字都是有价值的 只要能带给人力量与温暖 就不要轻易否定自己 它更让我明白 不管我们怎么做 总是有人喜欢 也可能有人不喜欢 不必因此沮丧 要始终坚信 无论我们多么平凡普通 都不要自清自弃 因为总有人在默默地喜欢 支持着我们 听闺蜜果果说过她的成长故事 小时候她很不自信 觉得自己家庭条件不好 外在形象不佳 说话又土里土气的 走到哪里 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不被关注的小透明 直到上大学 她还是习惯低着头 独来独往 直到有一次 她的诗歌发表在世纪报刊上 一位鲜有联系的初中同学 向她表示祝贺 并说从小就一直关注她 她的性格冷冷的 但在这位初中同学看来 却很酷 之前年少不敢说 现在终于趁着祝贺的机会 向她表白 她从小就喜欢她 她从开始的惊讶 不相信 到后来充满惊喜 虽然最终 她并没有和这位同学牵手 但同学带给她的感动与自信 却像一道光 照亮了她的内心 她开始知道 原来她并不是自己 想象中的那么差劲 她可以自在做自己 而获得别人的喜欢 从那以后 她不再那么自卑 开始学会欣赏和认可自己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也觉得 我的生活中 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爱与欣赏 大家都各自忙着自己的生活 很少会有人关注我 可这位读者的留言 和果果的故事让我知道 世间之爱有千万种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很多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与喜欢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正如有句话所说 莫名就是喜欢你 你的一颦一笑 我都觉得有意义 也许有人会说 我不完美 我不够优秀 我不值得 可别忘了 每个人都是这世上 独一无二的真品 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 才构成了生活的绚烂多姿 所以不必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自卑 请相信 每一个普通平凡的我们 都值得被爱 以上就是今晚阅读的全部内容 想要收听更多的阅读文章 欢迎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 各位晚安 好梦